首先是今年第四号台风黑格比 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减弱到强热带风暴级 上午10点 其中心位置位于浙江金华县 潘安县境内 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1级 预计黑格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减弱 贯穿浙江中北部和江苏中南部 并于5日上午从江苏中部移入黄海 受黑格比影响 3日以来浙江东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温州局地特大暴雨 浙江东南部沿海出现 10到13级的阵风 个别海岛达到了15到17级 4到6日浙江沿海杭州湾 长江口区上海沿海 江苏南部沿海的风力由9至10级 不逢海域风力可达11级 今天浙江中东部 江苏东南部 上海本地有大道暴雨 局地有特大暴雨 之后呢 降雨会明显减弱